这是什么地方呀 既然有福宝照片的踪迹 还有这么多摄影机在此 难道福宝真的要准备展出了吗 这可真是让人兴奋万分啊 据悉在昨日也就是5月17日 神树瓶基地突然出现了神秘的摄影机 众人纷纷开始猜测 满星期带着福宝或许即将要闪亮登场 然而官方到目前为止 还尚未发布任何相关通告 对于福宝的具体安排也没有轻易地给出结论 不过神通广大的粉丝却拍摄到 有设置组在现场紧锣密鼓的搭建舞台 并且大家熟悉的韩国饲养员 将爷爷和宋爷爷与福宝的合影 也挂在了院墙之上 看来这并非虚言 大家也在揣测5月20日 这个即将到来的特别日子 布置福宝会不会在这格外浪漫的日子里 被宣布能够顺利与大家见面呢 这些都让大家心深感动福宝要回来了 他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期待与喜爱 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尽快搭乘飞机前往去见到他 感受那份重逢的喜悦与温暖